深山老林里走出一只虎头虎脑的东北金剑层 两个年轻人和他大眼瞪小眼 紧张得连口气都不敢喘 他们想都不想把腿就跑 金剑层一个的虎扑式追了上来 成舟一把推开二旁 两个人看看都过着致命一击 金剑层总身扑向二旁 一巴掌扇得他照备照备 眼看二旁即将命丧虎口 成舟毫不犹豫地掏出墙 但一连四枪都没命中老虎 墙躺里已经没有子弹了 成舟直接把枪砸在老虎身上 一棵树上又被老虎一巴掌拍了下去 万幸的十二旁不要命地冲了出来 竟然靠着超出常人的体重 把老虎撞到了一边 主仆俩狼狈的后腿 就在他们即将买一松衣的时候 一只利剑扑空而来射中了暴起的老虎 与他们分头行动的明月及时赶来 将老虎的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 他连发数捡 暂时将老虎逼退后追上成舟他们 三个人狼狈地掏进一个山洞 刚刚稍微松了一口气 老虎就追进了山洞 幸好这是明月发现了一个更小的洞口 他们决定藏进去躲一下老虎 可二胖却因为块头太大堵住了洞口 明月和成舟一个拽一个推 费了老半天功夫也没把他塞进洞里 眼见老虎越来越紧 成舟用尽全身力气撞下二旁 又种种踢了一脚后才让他顺利进了小洞 成舟脸忙反进洞里 看着已经到了洞口的老虎不仅倒吸了一口凉气 老虎不断愤怒地扒着洞口 不愿意放过紧在嘴边的那时 但随后便被一股怪力从洞口推开 成舟三人看得清清楚楚 竟是一条比洞口还粗的大蛇 咬着老虎爬了过去 什么了 蛇药 真的有蛇药 什么蛇药 你仔细看看 那明明就是一条蛇 三人不敢从大蛇经过的洞口出去 只能深入洞里临找出路 他们在洞里发现了很多蛇丹 还有一只村里失踪的孩子穿过的鞋 找到出口之后 三人先把鞋交换给失踪孩子的母亲 告诉他孩子很可能凶多吉少了 孩子的母亲瞬间崩溃 止不住痛哭起来 当晚回到住处后 二旁就开始收拾行李 想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一想到那条诡异的巨蛇 他就感到一阵后怕 但成舟却觉得那条巨蛇十分蹊跷 想要弄清楚他为何会出现在附近 与此同时 明月在安慰好孩子的母亲后回到家里 还没进门就听到父亲和村长在密摸什么 只是他才知道父亲和村长为了能开矿赚钱 打算用小海影出住在矿洞里的巨蛇 他们还想编造谎言告诉村民们 是成舟二旁这两个外乡人引来了巨蛇 明月连忙找到成舟 打算把这件事告诉他和二旁 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有一个精致漂亮的小姑娘 带着一对官兵找了上来 这小姑娘是成舟的未婚妻 得知成舟为了逃婚躲到这里后 便带着人马不停蹄地追了过来 在他质问成舟为什么逃婚的时候 村长和明月的父亲带着村民们来闹事了 明州的未婚妻见他们一口咬定 使明州惹来了巨蛇 也就懒得多做解释 举起枪威胁村民们离开这里 明月怕他真的出手伤人 连忙一番苦劝让村长把人带了回去 村民们虽然不满但只能先离开 他们刚刚离开成舟暂住的小院 就看到一条恐怖的巨蛇爬进了村 一向伤人的声音 你听自己都不一样了 你再过往来不及了